记者陈玉富台北报道,行政院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 今天下午召开,言商政党、负随组织或党营机构持有政治档案通报是一会议,受邀的五个政党中,只有民进党、中国青年党两个政党派人出席,国民党、中国民主行动党、中国民主社会党都缺席 促转会副主委张天钦说,今天咨询对象有中国青年党、民进党两个政党出席,会议有做一些结论,下周三会送委员会议通过,关于通报必填格式,包含续号、暗名、署名、储存媒体形式、起期日期等 促转会委员叶红林说,对于历史真相的揭露,今天出席的政党代表都非常乐意配合,以便利政党填报通报为原则,在一通报内容判定是否要移归国家档案,对于国民党没派人出席会议,是否会祭出处分 张天钦说,今天的会议是邀请政党及专家意见来讨论申报格式,功能不涉及为出席会有行政处分的问题,至于特定政党不提供资料,会有何因应对策 张天钦说,如果其他政党没提供任何意见,下周三就会通过,接下来将要求政党如实申报,申报日会继续征询,若应申报却未申报 会依法处理 张天钦说,依促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,会进行调查及请政党人员说明手上有那些东西,也会去储藏现场做必要了解探查,并请学者专家研究政党手上有什么档案 张天钦提及,若拒绝调查,将依促转条例规定,处十万元以上,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张天钦说,依促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,处十万元以下罚款